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叫excel.xlb.exe 那么就 task5在这儿 进去以后呢 我们这个文件就叫这个就可以了 没有所谓 这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 我们是叫做excel.xlb.xbd realize 这个是我用VBA的方法把刚才excel.xl format串起来 然后产生report 就是干这个 所以我要new一个excel文件 文件就这个可以进去 OK 我的vba 成功 result 转起的 进入vba 的 editor 运行vba 和写vba 的地方 叫做outf11 这个叫vba 的 IDE 叫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叫vba IDE 进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这儿开始进入这个环境 进入开发环境 第四第八页跟着一模一样 然后底下我们就开始呢 这个vba 基本是这样 vba 是一个什么运行方式呢 这个说来话长 不过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叫 vba is based on type of methodology called event driven 它这个event driven vba 呢 vba 想一个event 什么叫event 就是电脑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event 比如说我拿鼠标按一下是event 左按右键都是event 鼠标这样运转 这样晃动都是event 而且我这么一晃不知道产生了多少event 因为行列一变换就是event 而且呢这个行列变换它是基于resolution来的 什么叫resolution 就是行有多少个点 纵向有多少个点 然后每一个点的这个位置一变化都会产生意外 说明我这鼠标在移动 ok 好 这个 大家知道多少个点吗 根据分辨率来的 大家知道这个液晶这个屏幕或者电脑屏幕是靠点震的 一个点一个点打出来的 李温宁公平时打字 按那个点的发光 然后控制发光的这个效果 它就出现这个屏幕 ok 那么这些点呢 非常的非常的密 以至于那个眼睛分辨不出来了 所以你看它是连续的 所以点越密 这个你眼睛看出来这个图像质量越好 那么也是点震越细 好 这个我的看你的分辨率是多少 所以这个它是什么1026乘76 1024乘768呀 还是什么多少多少 这很多很多的这个点震 那现在都到了1920乘以136 多少 很多的这种 那么 所以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的 发生一件事情 让VBA code start 让我的logic to process 产生 result 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基本体现这个原则 做一个比较简单的VBA 然后呢 这个其实VBA呢 要准备的东西挺多 但真是做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VBA呢 需要一先准备一些东西 你先要 要build一个基本的一些logic 然后你才能够理解VBA 好 那我们这儿呢 就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了 所以呢 我就只是focus在demo为主 ok 让大家看 那这个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 不过呢 这个现阶段呢 可能 因为你没有学过这个 真学过这些东西 就不是问题了 不过你没学 我再给你解释也没用 因为你也是不懂 因为 我们就看 能看出来 快到哪 好吧 所以这部分 我就不作为重点给大家讲了 因为只是demo为主 好了 那么我们就现在 我们现在先这个 这儿解释过 什么叫event mouse click 什么这个东西都是event 好 那么我们这儿怎么run呢 我们要add一个button 进入excel这个sheet 就在我那个里边 然后我会让这个VBA code run起来 当我按这个button 我就会导致后边的VBA去转 然后VBA转 就可以execute 产生我的这个report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注意了 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 这个这个ribbon 叫ribbon 没有发现这个ribbon怎么办 你要进入access 要进入event 那个东西 叫turn on这个ribbon 好 这东西在哪呢 在这儿 如果你没有发现 这个developer这个ribbon 在现在这儿 如果你看到就是他 如果你没有看到呢 就点在这儿 然后呢 excel 选这个 这个 这个 叫show developer type in the ribbon 这个by default 这个是没有checked 你把这个check上 以ok 这个就出来了 OK 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 就一样了 我可以给你resume 这个right by default 每个人呢 你装了 装了excel以后 你装了office 刚开始是没有这个 你看这准央手没有了 看了吗 那ribbon是没有的 对吧 你点在这儿 enable这个ribbon就可以了 showribbon就出来了 show developer 就这么简单 OK 然后进来以后 而且这只需要做一次 以后不用做了 它就以后都有了 那么出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insert 就这样 insert 你可以 那这个button 一大堆 对吧 好 这我们的slide上也有 告诉大家怎么做 进入developer 然后呢 按住这个add button in这个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里边 那么我选这个 resume options 这告诉大家了 出来 然后加这个in option 这个show develop ribbon 这是告诉大家 刚才那个做法 刚才我的做法 就是你没有发现 那个东西没在 就按这个 现在 我们已经加了 所以现在你就按这个 insert 然后active as controls 然后选 button 选个command button OK 加在这儿 那么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叫做control 就是能够 visually看到的 这些image 带有image 这些东西 什么button listbox 什么label 什么这个图片 这些都叫做control 在insert里面 好 那么我们就点一个 这个 我选一个button 简单的 心里可以装 listbox list 一堆东西 然后选 选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这就选button 按在这儿 选一字 你要选这个 这个 第二个 不要选第一个 第一个work 第一个不给这个sheet 你要放在worksheet 的button 必须用第二个 active as control 然后点在这儿 然后你一拉 就过来 好 就像我做的这个一样 我在这儿 我点住这个insert 然后按这个 ribbon 按这个 insert command button 加 就在这儿 我随便搁一个 好了 做好了 那现在这东西不work 对吧 没关系 我一会儿让它work 现在还没work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点出这个以后 你说 这长得太难看了 这hype slot 对吧 这也不好看 那怎么办 没关系 right click on the button choose property OK 然后你就可以改它的颜色 前景色 背景色 什么多大多小 都可以customize 好 那我们就在这儿 那这儿呢 我们把它颜色给它改了 然后名字呢 就给它改成叫 Button Excel Access Run 好 然后这个 前景色背景色 如果大家愿意改 就改一下 可以把它颜色改成 你改一下就行了 我不知道选什么颜色 好 一般我都选 绿点红色 这样的比较明显 比较清楚 好 这个就搁在这儿 所以这个呢 Button就在这儿 这歌 选成什么样呢 选择这个Button的名字 先叫这个 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它的caption 名字无所谓 给什么都可以 不过呢 因为我后面的VBA Code里面 用到这个 所以呢 你要不用这个名字呢 你要到用到code的时候 你要改这个code的名字 才好 才好 所以改成这个名字 就为了以后用的方便而已 这个呢 做完一个名字就改了 改完了以后呢 它的caption还叫这个 caption是在前面显示这个字 名字是在VBA里面用 所以呢 名字不显示在这儿 但是caption是显示上 上个字 好 那caption我们也给它改成叫 叫啥呢 叫这个吧 caption叫这个 叫run Essal XFBA OK caption叫这个 好 那我们就把caption改成 你改它这就改了 看到这字就改了 然后这时候我把这个字改了 把这个forcolor改成 红色的吧 然后这个背景色呢 改成black color改成 改成绿色的 OK 然后就 太绿了 这好 然后呢 这个board呢 我可以改一下 放改成board 加黑体的 加黑体的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这个barthum就改完了 它没过 对吧 没关系 你把这个design mode 再按一下 它现在在design mode 就可以按了 那现在我没有code 所以它啥也不做 继续来design 点到这以后呢 进入design mode 你再按 就回来了 这个就design mode 是不触发一般的 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做这个底下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该改都改完了 OK 那么底下我们就开始运行这个code 那下边我们你可以把这个 什么这些东西再改一下啊 这些都可以 无所谓 好 这个code最后呢 进入到这个 right click 这个button 然后view code 叫right click view code 它就把你带到刚才的VBA里面 editor里面去了 那么就right click view code 就是你会看到它进入一个这么一个 这个叫做VBA里面的sub 叫sublutine 就是一个路口的地方 这个sub sub进去以后呢 sub其实就是一个container of a VBA code 就是你的VBA code 是写在sub里面 一个s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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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写 sub叫sublutine sublutine是一个container of VBA code that presents the logic 就是它present一个logic 用来handle一个logic 一段一段一段写 就是几段code 一段写一段写一段code 那么完成一个任务的code 就放在一个sub 所以sub是VBA code的最基本 那我们因为你这个名字叫这个了 他们把这button名字起成这个 所以你说用button的那个一段 那button一段是什么东西 就是当你按button的时候 你让VBA去掉 所以呢 你一run 它就自然知道 这个button的名字就叫做这个 它的一半的名字叫做click 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button的意思呢 告诉VBA说 当这个button一被按 你就给我掉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它的code 就control的进到这个code里边 所以下边我们就填我们的logic 在code里边 好 那我们这加了以后呢 这个一步就做到了 没有什么很可怕的 right click view code 刚刚也是一样 好 剩下细节我们太多了 我们就不解释太多细节了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 VBA code进去以后呢 底下开始用这个2.1来做这个 2.1呢 我们先练习一下 Hi I'm the VBA 好 这个我可以加一个这个2.1 2.1呢 很简单的code 加在这 搁哪呢 图已经告诉大家了 搁在这 搁在这 搁在这个中间 夹尖的地方 你为了把这个code写得好看呢 通常我们需要 你可以把这个code indent一下 这code indent 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不 indent 不过印端上会让你这code写的层次感很好 indent 这样hierarchically looking nice right 这个写得很好看 好了 这个加不加都无所谓 你说我加一个印端它是四个功能 我在家是无所谓 不care 有没有都行 要没有也行 就无所谓 好 那么下边我们开始run这个VBA code 你搁在以后呢 做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这个design mode抬起来 松起来 一按它就不是design 它是预行mode 这个就变成这个了 变成正常的颜色了 本来它是这样的 进入design这个是highlight 黄色的底色 说明现在在design design时候是不触发的 不触发这个event 所以你按这个button就不起做的 现在呢 我把这个抬起来 就像这样 right 这就不是event 不是运行状态 而不是design状态 运行状态 好 现在我开始运行了 可以 变成这样以后 你再按这个button 一按 出来这个 好 我们来run一下看 我们会写VB了 很简单 VB你转起来了 这个出来 确实要不是那句话 谁打的 就是那句话打出来的 对不对 他说 那个地方意思是 给我pop up的一个message box 写上hi I'm from VBA 就是这个意思 完了 你关闭 就回去了 你说完了 我再转一下行不行 可以你转一百遍也行 没问题 再转一下 我再转一下 没问题 是吧 好 这点 光转这点不算数 我们还得要研究 更加深入的东西 所以 VB的运行模式 挺直接了当的 对吧 好像感觉 没有那么恐惧 是吧 这个底下呢 我们开始怎么做呢 我们说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再看看 就是 当你这buttonA下去的时候 VBA被调用 这个sub被调用 这个sub调用什么意思 就是他run了这个 这个sub 然后这个sub里边的一句话 收了这个message 完了 就干这件事 当你把message window一关 他就退回去 这个过程就运行完了 这次运行结束了 好 这个运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要进入更多的工具 我们需要 需要借助这个database的 connection的接口 所以我们在 这个IDE里边 我们要turn on 这个database connection 这个接口 这个叫做 ActiveExed Data Object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component 不是这个office自己带的 但是是微软提供的 也是微软提供的接口 它专门用来连接 世界上所有的 Base 只要你能连接 都能连接 当然你有权限 第二 人家那个IPD能达得到 第三 人家让你进去连 对吧 有好多限制 不过呢 你可以用这个连到你自己公司的 这个如果你真有借口 你可以连的 所谓的借口是说 你有connection到在里面 人家给你建这个账户 你可以到这里 读data OK 好 那么我们底下呢 就跟大家做 所以这你先check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在哪呢 在这 点中这个 在这个VBA Editor里边 进入tools references 你要找这个Microsoft 这个ActiveExed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点在这 然后呢 进入这个去找这个 这个ADO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 你要勾上这个 ActiveExed Data Object 你选2.8就可以 不用选再高的版本 2.8足够 这个2.8的版本是跟着那个Windows Windows XP 出来的 虽然旧一点 但是它比较安全 没问题的 如果你选6.1 6.1是Win10代 Win10代 但你要选这版本到别的版本 不一定work 你再选Win7 这版本不work 所以选Lower 这个比较Lower的版本 是一定可以work 好 那么就我们选这版本 然后跟着我们用VBA 2.2 来代替这个Message Box 这句话 2.2是说 打开这个Database 打开什么呢 打开Database 在这个目录底下的Task4 底下的这个Database OK 它就直接把Database给打开了 那我们呢 一会儿可以看一下Database 打开了没 对吧 然后呢 打开Database以后呢 就这段话2.2就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现在就开始运行了 这个你按了以后 发展按完了 哎 按一下就回来了 什么也没发生 大概呢 因为它什么都没做 打开了一下就关上 打开了这个Database Open了以后 就关上了 Open了以后立刻就关了 Open了以后 Run了一个Select Open了以后 Run了一个Select新 从这个query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 我们要把2016那个query Build Save成一个query 因为我要Select from这个 直接就Run了一个query 好 然后呢 Base on这个connection 这connection 从哪来的 是前面Build的 它Open了以后 连到了这个Database 这个Database就在我们Task4 这个都是连在一块 一层套一层 所以大家必须要 就是知道 我们这个都是设计好的 这个 这个毋庸置疑 我这个课不是瞎编的 我的课是我 不如从小时紧急离职 采剪了一下过来 我是从头编了一个 这个虽然是免费的 但是我熬了五个晚上 做这个 就做这个Size 熬了五页 就是每一次都做到两三点 然后特别上课之前 每一次上课之前 那个晚上 我都做到三点四点差不多 我又重新replay了两遍 保证这个时间差不多 不过后来还是有点延时 因为工业太多了 取掉哪个都可惜 就都留着了 然后主意 这个叫这个名字 这个都是 你这个误录必须要用这个 不然这种打开会fail 所以你就会改这个误录 这个没关系 好 那么我们就一步步做吧 别做2.2了 我就接着往下做了 因为底下看不到这东西 对吧 所以底下接着来 我们继续 我要把它save成一个 写图到一个 Excel文件里面 OK 然后这个文件呢 我们这个Excel呢 要save成ExcelSM 因为初始我们用的是ExcelSX 对吧 Ex呢在2007和以后的版本就分开了 以前呢 2003和旧的版本只有ExcelS 那个里边呢 那个文件既可以存文件 既可以存file formula 什么都可以存 也可以存VBA code 后来呢 2007和以后的版本 它增加了安全性 就是它扩展了ExcelSX以后 那Excel只能存data和formula 不允许存VBA code 因为VBA code呢 功能太强大了 它可以呢 你打开那个Excel 你也不知道 如果是VBA code的 你打开它可以 直接到你文件系统里 找你所有的重要的文件 然后通过什么东西 给你拷走 或者把你重要的文件删了 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功能非常强大 所以你可以 你都不知道 打开以下文件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不好 这个Type-A 很多公司禁止发这个ExcelS M的这种 因为M代表Macro 它叫Macro Enable 就是意思就是说 里边有VBA code 这个Type-A 很多公司的网站 是禁止attachment 有这种文件发 不让发 就算你zip了 它把它zip文件给你读出来 再知道你有这个文件 它不让你发 OK 它deny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们以前很多同学多大的 还有什么大学的 他用大学那个 那个email地址 我们发的attachment 他收不到 因为他说 这个网站是空的 没有没东西 后来就你看 说就是 后来他email有个过滤 他说这个warning 让你这个被过滤掉 因为这个是个危险的问题 它被过滤 好 这个 嗯 是这样 所以Save as 怎么save呢 就是这样 Save as Macro Enable 不要忘记了 好 然后 然后这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了 另外呢 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privacy 这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 它会pop up 这个warning 这个warn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是2010以后 2010以后才有这个 就是说 这个鬼东西呢 就是说 因为你的eSAL 你eSAL文件 存了这个privacy information 它会警告说 你这个有privacy information 它每次 每隔五分钟 会auto-save一下 一save 他就说 你得有这个 一会儿就出来 一会儿就出来 怪烦人的 你看 怪了 所以我把这个 关上回到这儿 我把这个给去掉 就完了 到这儿以后怎么去呢 在我们的slides 告诉大家 在这儿 就是进入这个地方 进入privacy warning 把这个给删掉 行了 去掉的怎么删 就在这儿 一步一步 我告诉你怎么做的 从这儿进入office eSAL trust center trust center settings privacy options 然后在这儿呢 uncheck remove personal information 就这样 你再save一下 就不出现了 这个warning就关闭了 这个就是dc 我这个warning 这就是一块 然后 在这儿 对吧 点在这儿 点在这儿 然后点在这儿 把这个uncheck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save 有它save不上 就说有问题 你把这个拿掉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搁在这儿 所以现在呢 我是 我们是在这儿 OK 然后点这个 还在运行可能是吧 这个在这儿呢 选这个button 然后呢 进入trust center trust center settings 这个privacy option 就是这个 把这个打掉 可以了 OK OK 那个东西 就不再放大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我们就点在这儿 咱就别 老是这个 是吧 我就接着来 201 这个2.2出来以后呢 来2.3 2.3是更加全一点的 boss 2.3是打开了database 同时呢 要运行这个query 所以我把这个query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query写出来的file 从2016 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 写到我的这个datasheet里边 所以我新加一个 这个datasheet 就叫做 加一个呢 这个新打开一个workbook 然后这book打开以后 我打开worksheet里边的 这个work里边一定有一个sheet 叫sheet1 然后把sheet1打开 里边我就让他的A1 B1 C1 诶 这不看他那个reference的exal里边 对没错 可以直接写 在这个exal里边 叫A1 B1 C1 分别写成这个hiding 等于ship country year sales 完了 然后下边呢 我就开始用一个loot 来重复 来 用一个loot 来把所有的data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 放到我这个sheet1上面的 其后的这个data上面 注意 好像是从二开始 RawR是带行的 然后这个range 是refer A 现在是R是从R开始 所以第一次进来 R是R 所以代表是A2 B2 C2 分别等于recognize这个 然后呢 recognize向下目一个 行也向下目一次 然后这时候R就变成了3 这时候再拼就变成了A3 B3 C3 所以data不断往里边loot 很快就把数据漏得完了 漏得完了以后 这个数据2016年呢 就save完了 然后把这个文件save成2016 这样的格式 by as the meal task 5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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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save完了以后呢 底下还有一半 它是产生2017的文件 再run一个query 2017 然后把这个文件 再写一遍 这时候呢 它再做 就做成了2017 save as 成2017 这个VBA run完以后 你会发现产生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 一个叫做 task 5 sales among2017 by access 它就会产生这个文件出来 这个两个文件做完以后呢 你会运行这个VBA code 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文件 它自动产生 一run它崩 就把那access的数据库里 东西读出来 然后换到这两个文件里 它自己给你做的 做的过程是 它先连接 Axess database run那两个query 我们save那两个query 新两个query你不用save 你把那两个query 如果写在VBA里面 直接run也是一样的 slide 就把那个slide 直接刻在VBA里面一run 那也是一样的 一回事 不过我们刚才save一下 我就让这个query写 在VBA里面写的简单一点 另外那个query 你在access 直接就可以run apply直接就可以run 所以给这些方便吧 不过那个query 是完全可以 直接从VBA转 根本不需要 预先save OK 好 这样转完以后呢 一run这个query就做完了 所以我们就 2013 就是2013 这个23就出来了 然后你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data 然后一run这个数据呢 打开这个数据 你打开去看就知道 OK 这已经做好了 然后底下呢 这个关于performance的 这个consideration呢 你可以进入这个design 然后呢 打开这个table 然后你可以加这个index 可以让它变成index OK 那么index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呢 是index 没有别的用途 index唯一的用途 就是用来帮助 检索的速度快 就是查找速度快 当有index的时候 你在index上面做查找 速度会 可能成千上万倍的增加 就如果没有index呢 和有index 大概差几个数量 OK 不是差一倍 差十倍 而是差百倍千倍 因为它是对数的问题 就是对数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index的结果 我们可以解开话题 好 这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的话 就把它变成 把它变成 这个yes 变成no 变成yes都可以 把它变成yes都可以 就是改成 有index 没有index 可以用这两个来操作 好 那么你把这个改完了呢 那么这个速度会提高的很快 好 这个就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么基本的呢 这个过程 刚才我们做了哪些了呢 我们做了一个 刚才我们做的过程 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的VBA code 刚才怎么执行呢 我们是先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打开 database connection run query for 2016 save 2016 然后repeat for 2017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刚才我们运行这个过程 这过程是在这出来的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这样做出来 OK 刚才我们这个code 就是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看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是刚才看的这个过程 那么 2011就产生了这样 所以 这个VBA的24呢 24.a 那么就是跟这个一样 那么24呢 就产生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升级的 升级的这么一个version 它可以产生这样的过程 把这code简化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发现 2011这两个code 是重的 这两段code 一模一样 除了run的query名字不一样 写的文件名字不一样 这俩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优化成这样的 就是我这个code变短了 相同的步骤拿出来 我写上了另外一个sav 我自己写了一个sav 这sav跟我那格式一模一样 只是呢 通过你告诉我 你是run哪一个year的data 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因为它的格式是一样 步骤都是一样 所以你看 我把这个year number 变成一个 integer传进来 然后呢 database connection传进来 读到哪一个database 这样它这个重复同样的动作 但是它year不同 你看 我这个读的时候 query是从这个year读出来的 query sells amongyear的 year如果是2016 传进来说 这个地方 拼上的就是2016 如果是2017 这拼上的就是2017 剩下的格式 什么都是一样 读了这也一样 另外sav as的file名字不一样 明明这儿是2016 或者2017 OK 这地方一优化 我把这个code就变简单了 如果这个地方用来做 batch五年的数据 那我就把五段重复的code 变成写了一遍 然后呢 运行code的时候 我就一行就够了 一行代替了那几十行的code 所以这样 我可以把我的code 运行的非常 写的非常简洁 OK 这也是一种优化的方法 叫optimization OK 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这个VPcode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复杂的 那我就 我就干脆直接把这个24 我们直接把这个code呢 用利用这个成果吧 我把这2.4直接run一下 大家看一下效果 对吧 我们就不在一行一行深究了 因为这个来不及 一行都讲 就把这code搁在这 大家看一下 那我的code呢 首先我们说了 先要save as成一个enable 对吧 所以叫这个 save as成这个 micro enable 叫save成这个 他一save 他说是叫这个名吗 在这个目录下 对 就叫这个名了 好了 这是我的名字 就叫做 xlsm 看了吧 这说在我的目录下 我回到这 他就有个叫xlm的 第五个task 叫这个名 这现在是我的文件 OK 就这个文件 这个已经没用了 你可以删了 因为我不需要这个 我就这个文件带有micro 所以这个是不能run的 我不需要这个 删了 这就删成什么了呢 前面这个是用他做的 OK 然后一样的 这个看起来也是很简单 好像长得很像 但实际上这个code已经改了 注意 我run这个的时候 他把这个code搁在这 一run 他掉这个 我自己写了一个save 他一处理一年数据 我就告诉你 处理2016年的数据 用这个connection connection指向这个access database 这个已经被打开了 OK 然后 这就扣这个 扣这个process data 这样就是2016的数据 这时候就传进去了 他这儿收到的这个yr 这个variable 这叫parameter 他就叫 他就是2016 所能叫2016的数据 然后这开始就是 重复同样的过程 但是也2016 所以这个2016是用来pin 这个query的名字 这个这个是msign 这个呢 我们叫做concatenate 这一扫子都用这个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就这也是一样 输出文件名改成这个 完了 然后我们再run一遍 这个code 这时候就已经改了 所以我把这个先save 然后呢 run这个文件 这时候我来 什么意思 哦 我知道 我没有reference那个adu 可能我忘记了 Microsoft ActiveX 这个 把这个check上 然后呢 save就可以了 OK 这样你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save一下 因为我刚才没有check那个 它无认的adu的东西 好 这个就关闭以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运行 注意啊 我把这个运行的短小一点 我把两个开两个窗口 这样我可以看得清楚是吧 搁在这儿 因为这我就要这个文件运行就行了 搁在这儿 这个呢 搁在这边 我运行我能看到有两个文件出来 OK 点一下 做好了 打开这个文件一看 出来了 这个 没问题是吧 负的也没事 它是因为这个位数不够了 展宽就是了 OK 你把这数据弄得多快的 很快是吧 双双一样出来了 这样用VBA把你的数据整合起来 甭说你五个文件 你50个500文件处理也比你快的多的多 这个我想你要几百个文件再转一次 大概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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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二十分 大概半个小时差不多 这个速度非常快 好 那么我们已经都都做到这儿了呢 那么这个格式已经都完整了 所以呢就啊 没有大问题了吧 我想这扣子已经做好了 所以呢 你研究一下这个扣子呢 我觉得有必要 不过呢 啊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 detail 这只是给你展示一下VBA有多大能力 OK 已经看到了 非常方便 对吧 然后点一下这个 这个如果你有你有你有十个这样的report要run 把十个八点排在这儿 你按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就完了 而其实呢 这都不用按 你还可以用成更自动化 这东西一run起来 他自己就可以转 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一次处理 OK 这个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 另外呢 你那一扣子都不用打开了 你可以在你的windows里面 schedule一个job 每人都可以schedule job windows里面可以允许你在 每天是八点钟设个时间 八点钟就run我这个一扣 那每天早上八点你还没上班呢 你还在路上 这个job已经给你转了 你把那电脑笔记本接在公司那里往上 对吧 自己就转了 你电脑不是在公司 放工中有desktop lightstop不管怎么说 你锁上以后 你装上 他自己只要是电脑在运行 这个job就可以转了 自己转了 而且呢 你就是on vacation 抓了给你转了 他自己就可以转了 每天早上八点转了 然后你上班看了 行了出来了 行了 把啥都不做了 这个在windows里面有 我们在在那个 正式课上呢 有这个dain在这做 其实这就是windows的schedule task 在这我给你看一下这在哪 在这个里面呢 CtrlPanel schedule task应该在这吧 这 它是个schedule 就是这个 然后点在这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这个task 在这 加一个 加一个 windows自己就有很多task 看到吗 你就可以自己加一个task就行了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加一个task 就create一个 create一个task就可以了 然后task就告诉你 什么时间 几点 掉哪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 你就把那个excel 打开写成一个文件 那个写成一个bat文件 你就一转那bat 就callexcel 打开那个 打开workbook 这workbook就有你的vba code 所以book一打开 它就可以fire那vba code去转 这vba code一转就可以读data 转处理 report写出去 完了 最后你还可以 完了以后成功了 或者复失败了 不管什么原因 发一个event 我发给你自己 上班都看没事了 行了 直接下来看 可以读你经办公室 已经做完了 这文件可以自己发出去 它可以去发给你想要的人 通过email就发给他 然后呢 这发email在vba里面 五行扣就够了 就可以发email 然后把你这个 以骚文件做成attachment 你自己乱自己的 你自己乱自己是可以的 好 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 这个是依赖于不同的公司 它的customer这个版本 它可以把这个feature 设给成主要的命配做 那么要这样的话呢 你就找人 给你开一个temporary的provision 等你schedule了以后 你就不用了 然后就搁在这 他们去转 对吧 不过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你这个里边没有 没关系 很多地方可以做这个 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让你的文件 一直在这转 你一个哨子一直转 你就启动会让它 藏在后面自己转就是了 然后到每天早上八点 自己就执行那个东西 到每天早上自己执行 就完了 这也没有什么 对吧 这个很简单 一转起来 它把自己 你可以让vba 通过vba把自己藏起来 叫嗨 自己藏在后面 别人看不到 自己在里边 自己去转 这个不可以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 就是用doss command 自己都可以做 doss command 非常方便 这个没有什么 挺容易的 好 这个呢 我们就 因为运用这个方法 就太多了 如果你懂deliver deliver也可以做这个 都可以做 alright 那我们只能到这儿了 所以我们按计划 半个小时讲 半个小时 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 对吧 已经vba 已经讲完了 所以呢 我们的vba 大概就到这儿了 我们后这半个小时 更精彩 来介绍sqlserver ok 好 那么sqlserver呢 是个企业级的数据库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 来运行 sqlserver需要单独安装 在server上 当然所有的windows版本 都支持sqlserver在运行 那么 可以装sqlserver在运行 好 那我们这儿呢 就这个sqlserver 就更是以介绍为主了 因为呢 我们没有这个更多的 detail的 时间去讨论detail 那database来干什么呢 database呢 你asset不能做的 asset database也能做 asset能做的 当然database也能做 什么叫asset不能做 比如说 你不可以把asset share给1000个人 同时是 这个他达不到这个项目 人家不是干这个用的 对吧 你不能说把asset 1000个人同时asset 读这个asset 读出来了 那一读就全死了 谁也读不了了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他没有那么高的 这个吞吐的能力 ok 第二个asset有限制 每一个asset database 不能超过两个gigabyte 虽然他可以存2000万数据 但是整个size 不能超过两个gigabyte 那你说超过两个gigabyte 怎么办 asset就不能存了 不能再往里放 那怎么办呢 你再开一会儿 对吧 再建一个database 比如说每年建一个 或者每个月建一个 这个不能不超了吧 我每月建一个 然后我用一个vba 把它录起来 一块一块选 读完一个再多个 再多个再多个 把数据整了 这个你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需要vba ok 因为vba可以帮你做很多 要么就是前台工具有限制 要么前台工具达不到 要么就前台工具做的 比较vba的东西 那么vba可以帮你解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在前台 ok 就是它是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吞吐的能力不够啊 这个知识用户不够啊 因为它的更加的企业级的 这种服务的平台不够 ok 那么我们就要引入大型数据库 那么呢 我们这里边给它介绍 SQL Server 因为我们都是微软的 solutions 好 那么从第一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你只需要了解 SQL Server是什么 怎么用SQL Server的一个Tool 去连到后台 把数据抓出来就够了 其实我们这个就可以了 你拿这个要求就够了 当然你要了解更多的东西 它当然更好 对吧 所以呢 SQL Server毋庸置疑 它也是一种企业级的 这种RDBMS的System 知识委类是刚才我们讲的 是吧 它是一样的 那么Database长的啥样呢 SQL Server 跟Isset有点不同 SQL Server是叫Client Server结构的 什么叫Client Server呢 是它后台有个东西在运行的 运行在Server上 它运行在Server当然是Server的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SQL Server的Server Database的Server 不止硬件说的 它是指它的自己的 那个Engine说的 Database的Engine Engine通常是运行在 后台系统上的 一个特殊的Program 我们叫做Service 所以Database Engine的Service 我们叫Database的Server 它是个软件 不止硬件说的 所以Database的Server 不是硬件 不是这个很Power的硬件 不是指那个说的 它是指Database自己的Engine 那个Service 那是一个软件 运行射出的设计 在后台运行 这个软件设计的很精巧 很Powerful 所以我们叫它 Software或者Application 都有点趋尊了 我们叫它系统 叫System 用来管理数据的系统 所以它叫RDBMS OK 好 那么 这个 同样的 就好像SQL Server的 这个Database的Server 不是指硬件说的一样 那么 这个它的Client 也不是指的 Client端这个Laptop说的 它是指的 Client端运行的一个工具 可以跟后台 Database的Service 产生连接 它们可以互相Talk 这个工具 通常也是一个软件 那么可以是各种软件 Access就是 因为Access刚才我们说了 它可以连接Database 对不对 其实刚才Access 我们通过VBA连接了Access Database只是一种方法 它的方法是一样的 你只要把那个地方变一下 连接的地方变一下 说我这个连接 不是打开这个Access 是打开后台的SQL Server 就行了 你只要provide正确的信息 Database名字叫什么 Usement Password 如果有的话 连一点就可以连到SQL 而且后面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 我们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就现在这就不讲了 那么底下呢 就是说 SQL Server SQL Server有很多的功能在做 那么它具体哪些功能呢 第一个是说 它有Server Service 就是Client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Client指的是一个工具 可以用来连接Database 它就是Client 我们通常叫 Client is a Component Making Database Connection 就可以了 它就叫Client 所以Component呢 更多的泛泛支持软件手 是指一个工具说的 不是指的 硬件 好 那么Database呢 Sicle呢支持标准的SQL Quaring 同时也支持扩展 它的扩展就叫做T-SQL 叫Transact SQL Transact SQL 是一种可编程的 地位相当于 Access 或者Excel里面的VBA 相当于 那么 那么里边的SQL 相当于标准的SQL语言 它就是个标准的SQL语言 当然它自身也有一些扩展 我们再给它讲一下 好 那么这个用来连接后台 Database的工具呢 SQL Server也提供了 你只要安装那Client就行了 这Client工具叫做SSMS 叫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完了 谁用它呢 谁都用 DA也用 你只要有了SSMS 装在你的电脑上 你就可以连接后台 若干的任何的Database 当然你要有权限 人家给你权限 你可以连对吧 你从前台可以连到后台的Database 这个Server可能在远端 有可能在Kingston 有可能在Auto 软在哪儿都无所谓 只要你能连上就行了 你有Permission能连接就行了 连接你可以从这发一个命名 把那个slag 发给后台的Database 它运行完可以把数据给你 注意这时候你软的时候 后台这些可能有两千万 两亿二十亿数据 无所谓的 你发完了以后 你只要给我前500个有用的数据 那这样效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把一个slag发过去 后边它可能几秒钟 把数据给你了 一下给你的就是前500个 这有用的数据 那拿出来 Database 里面 再做进一步加工处理 就完了 对吧 所以非常的有用 那么你真的需要 不需要知道 那个Database存在哪儿 找到什么 那Database是谁干谁建的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明白里面存的数据就够了 至于Database找到什么 怎么运行呢 这个就跟我们前台的 这个普通用户没关系 好 另外呢 谁用呢 DBU 我们也用 我们也用这个工具 所以这工具 非常的通用 非常popular 如果你去面试 人说你写说懂cycle 人就问你 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连接 sigle server写query 你说我不知道 那我这你肯定没用过 你不可能不知道 SSFS 原来 你要不会这个工具 我可以担保你不会cycle 我知道你不会 所以你会cycle 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非常用 谁都用 谁都用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也用 这个developer都用 Database developer DI的人都用它 所以 RADA 你肯定会知道 好 那么很多人就会用这个工具写query 这个query 这个工具很像我们刚才那个 但是比Isset那个要做的 要做的luxury 要做的功能要强大 要多 好 很方便 好 那么Database呢 在sigle server里面 一个Database的运行环境 也就是一个Database engine formally是叫做instance 它叫一个Database的instance 叫instance 一个就是后台一个Database engine的service 但是它正确的叫法是叫instance 好 这个一个instance呢 可以用Database前端去连接 那么连接前端就是连这个SSMS 你点就出来了 然后它就pop up以后 就产生这样一个界面 这今次我连到后台去运行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运行这个连接 然后就可以连到Database 这一连 Database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连好了以后 你就打开一个query window 这边 展开的 它有很多Database 然后你点开这个new query 在这 一点这个new query 它就open了一个window 这window就出来 然后你可以运行了 这儿呢 我有一个work machine 给大家demo这个东西 所以我一个work machine 给大家demo 好 这个work machine呢 我有一大堆work machine 这大家就不用管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呢 我们在这会打开一个 其中一个work machine OK 这个work machine 我看看啊 在这 那就是这个 OK 打开这个work machine 应该是在这 所以是vm的这个安装 OK 我来把这个 把这个work machine 要 mount上 打开这个work machine 然后呢 在我的 好吧 然后呢 连上这个work machine 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 Database 这上有Database安装好的 client也有 我就直接demo就可以了 这里边呢 连我这个reporting都有 所以就是待会我们给大家demo的reporting都能够了 OK好 下边呢 我们就是啊 给大家连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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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machine 在这连 那我们就打开这个 ssms 在这 对吧 你也可以从这选 这个 然后呢 这个Database里面 它就有 就这个一样的工具 打开这个呢 它就可以run query 连接Database 现在我这个machine的名字 是叫这个 就是Database名字 是叫这个 连上就行了 这是我的engine 连上以后 跟那个界面是一样的 来看对吧 然后呢 展开这个Database 就一系列的Database 我们已经装好的 有很多Database 然后这边有authors 这就是一大堆的数据 好 我们就 new query window 你可以把这个property 关上不要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query呢 放进去 同样run 注意 现在你可以继续run 我们那个query 就把它的一堆query 可以放进去一块儿 run 那这个query在哪呢 在这 OK 那么你就 选一个query run 也可以一块儿 run 一堆 那我们现在就 run这个呢 它这个query在哪呢 应该是在 就是刚才我们那堆query 我们可以把这个query打开 重新用这个query去run 就是在这儿 就刚才这个 OK 同样的query 你可以去run 没问题的 它在这儿 它就直接就直接就可以运行了 它在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来run这个query 这个query呢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我就给load好了 然后呢这个load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SQL里边呢 你可以用这个 right click 然后task 然后import data 它就可以把excel load进去 excel 什么都可以load进去 这样就nice 它就问你这文件在哪 是什么格式的 我是SQL的还是什么 你展开这个 它就有excel 有access 各种格式都有 right 你可以用的 然后你用excel 对吧 你excel文件在哪 然后就点这excel文件 文件在哪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是刻在c上 还是刻在time上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你copy到这儿 它就可以转 没问题 然后这个我也通过这个办法 这样我们四个sql都在里面 看得到的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run这个query 那么query怎么run呢 你可以在这儿run随便 因为我这一大堆嘛 对吧 那你可以呢 一行一行的转 先转这个 哎 你也可以转这个 注意啊 我这不能一下转了 run是用f5 你选中这个 或者没选中 都行 f5 或者sql sql就是f5 f5代表sql 或者goal的意思 然后搁在这儿 我可以选这两个一块出来 这时候你run呢 它这个record一块出来 结果一块出来的 这个是count 这个是detail 两个出来的 然后第三个 我可以把这两个 搁在一块出来 它是两个window一起出来 你不光可以选两个 我可以选四个一块出来 它四个query一起run出来 window在里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这是一个 这是 它四个结果一起出来 当然你可以用你 但是你不需要用你 它会开四个窗口 把机会给你出来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sql功能就不是x的 可以选 那我现在不选了 我把它一堆一块 乱行不行 当然可以 把它一堆一群出来了 那做完了 做完了 一共出来了21万 总共 这里边有一个对吧 因为这个抗星是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是8000多 然后呢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不知道 763 这个带wire 第三个带wire 对吧 第四个呢 更少一点的应该 第四个也763 whatever 第五个是这个 这个呢 不知道是谁 第五个是他 第六个应该就是这钱了 这个大概是这么多了 第六个是这个钱 ok是这个 然后第七个呢 那是后边也是这个 这应该是古怪 是他 对吧 两个column 第八个是这个 这个是三个column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这个 这个 这个和钱 这是他 这是他 然后第九个呢 是这个 第九个是这个 2016的这个 是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2017是这个 是吧 非常快 你非常简单的话 你可以选这两个 都不选了 你选这两个 最后这两个一起选 那就把这两个选了 那你说 unni行不行 当然行 搁这一块unni也行 我就unni一下 那就他现在就变成一个 因为你unni 那就变成一个 ok 那这时候 如果你unni了 我就不能用两个order板了 你只能取一个order板 所以说这个要删掉 你可以不删掉 把它扩上去 这叫comment 一扩上去 这行就不起作用 当时还在 可是sql就不管 跳了 这样你可以选在一起 你不能有两个orderby 对吧 一句话 这样就是2016 207出来 当然 你也可以说orderby 这个year 我先按year排序 对吧 然后呢 再按这个排序 这都切除了 然后你这么一选 就year 你选这个1 这比那个 比那个 asset好像 预行的速度要快多了 它还有快 刚才asset还等了一下 是吧 你发现 他等了一下算一下 这个几乎不用等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比asset快多了 你说 year是个保留字 你看你加这个 它是粉色的 看到吗 就是year是说取年份的 不过在这个里边呢 应该不用加也可以 它也认 因为这是 这个是query的一部分 可以不用加 不过呢 习惯上呢 像这种保留字 以往我们都加一个方法 就把它扩起来 意思告诉 告诉sql说 这个不是个function 这是一个 column name 因为function是这样 方法你可以取这个 比如selectyear get date get date 取当前的时间和日期的 它可以把今年的 这个意思就是返回 现在的年份 这year是个 是个function 但是在这里边呢 不用扩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year是属于 这个column的一部分 他知道 不扩也行 不过我们总觉得 这穿成粉上 就觉得有点害怕 变得 一般我们都是喜欢 喜欢扩页 OK 你没有你也可以扩 所有东西都可以扩 没有问题 扩页是没问题的 扩页是说告诉他 扩页里面是个名字 是我自己定义的名字 好 这个整个人就做完 所以这个seql呢 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 OK 这个select 好 那么这个database 我们已经看到 seql的优势 非常的又进一步了 明显 对吧 非常高级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懂seql 要学seql 就这个 OK 好 下边我们简单看seql的架构吧 seql架构是这样的 从顶上开始 有client 有application 这application呢 刚才我说了 可以是resolve 可以是access 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也可以是downline base 也可以是java的 什么任何的application 都可以跟seql 产生连接 然后它连接了以后呢 它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你要做的事情 就成一个seql的query 发给database 就执行 就完了 所以它接受了seql query以后 有一个query processor 它会处理这个query 然后呢 会产生这个各种的运算 各种的计算 所以这里边呢 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这我们就不讲了 但你知道database 有很多这里边的 强大的功能 OK 它支持这个 seql有这个query optimizer 它会决定 怎么去run 你快要让它坏 这个里边会详细讲到后边 好 那么 这就完了 所以呢 database呢 另外呢 从db的角度说 它支持host and buy 也就是说 它有class 双击备份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硬件是容易坏的 对吧 是会坏的 不是容易坏 是会坏的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不可预测 比如你的database 软在上面 突然这个主板坏了 你这个内存条坏了 这server就当了 server一当了 硬件都没了 你脑下来的数据库 数据库就不能软了 对吧 可能它没坏 但是不能运行了 因为server不软了 CPU坏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会 就我们做 db做 我有双击备份 两个机器在一起 互相连通的 这个坏了 那个还在运行 前提是 这个几率几乎为零 两个机器同时坏 这几率为零 对吧 所以呢 不过在银行 像我们在CBC的时候呢 我们是三个机器备份 就是防备你 这个坏了 那个坏了 我这还有 所以这个无所谓的 另外呢 这个坏了 有两个机器同时运行 我叫load balancing 可以把那个 workflow 两边平衡 这样不用一个机器太忙 OK 所以它有很多优势 像我们是三台机器 可以支持16个 SQL Server一次在运行 就是一边乱八个 运行 这个非常强壮 所以这个SQL呢 设计的非常的高 高级的一个东西 另外呢 它可以自动支持 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disaster 什么叫disaster 就是比如你放在那个楼里 不管有几个机器一块 这楼突然发大水了 那整个楼泡了对吧 那就没了 跟外边连不上了 那你就得对 你几个series也没用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在多伦多有个点吧 我在Ottawa还有个点 也是这个环境 然后两边数据是同步的 你这边坏了 那边就起了 那个地方就叫disaster recovery side 我们叫DR side 就是通常你用 你用多伦多这个炸水 side 这个要坏了 不管什么原因 冲物分子炸了对吧 或者这个炸水泡了 不管出现什么原因 突然电源停电了 出现什么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整个这个环境不弱了 那只是外面连不上 因为你这整个档了对吧 或者说网络断了 不管什么原因 那你这档了以后 他立刻 Ottawa就发现了 Ottawa说我就起来了 我当成那个 这时候你都不知道 你还在online banking 这时候你的数据 已经从指向这儿 指向Ottawa 这个他 这个叫disaster recovery 这个就听起来很玄妙 对吧 不过DB会塞打飞 我们的工作就是塞打飞 而且我会保证这东西是运行的 运行的好 数据不会丢 OK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呢 那你说DB 重要不重要 值不值钱 当然 所以是重要和值钱 因为我掌握你的命脉 不过你存了多少data 数据库没了 啥都没了 所以DB是干什么 DB就是database in the Trader 就是来维护这个 管理员嘛 好 这个就讲到这儿了 那下面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小的feature 叫做BI OK 这个是我这一轮新加的 也是好 那么BI的东西呢 非常有趣 BI是干什么的 我们说了 刚才我们讲过了 BI是 BI is a data warehouse implementation of solution 它是一个 BI是一个 implementation of data warehouse solution BI是给 data warehouse提供 solution 所以呢 这个data是从我们的online database 就看到我们说的这些什么这种 这种什么orders啊 这个我们都叫online traditional data 它会把data overnight move到data warehouse data warehouse database呢 叫做olap 叫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 它主要是用来计算 它不用来管理 就是你的数据 进来它是不改的 它是historical data 基本是不改的 那么我们图书的是 从各个角度多方位有效的 把这个数据提供飞行 OK 这个用来提供飞行 所以它有一整套方法 那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我给大家代用一个 怎么用SSRS来做这个 这就是去年我跟你说的 有个agent找米萨克 用80块钱一小时就做这个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入门的水平 要想做的好呢 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那80块钱不可能做这个 这个可能大概40块钱 把这个入门上找 好 那么我们先给它data一个东西 叫SSMS呢 我们来先做一个这个database的测试 好 连通了以后 连接了以后 database在这连通了 没问题 然后底下数据都出来了 对现在通好了 连接了以后呢 我们底下开始 build这个consolidated 这个query 那么就unit 这样 这样 上面做这个做法了 对吧 好 这个做好以后呢 这个已经连好了 叫order by 这个 你看就是这个query 一模一样 跟我做这个 然后底下开始 我们开始build这个assetrs report 这个report怎么build呢 我launch这个developer assetrs development 这个tool 然后呢 launch以后 就是这个tool 展开以后呢 这个tool在旧的版本上 是叫做叫叫这个 叫biz biz intelligence beam studio 是2008的 和r2的 然后呢 2012以后 它叫ssdt 或者叫ssdt 叫sql server data tool 也是用类似的 但是它比这包含 一些更更多的功能而已 但是从BI开发的角度来说 这两个地方没有区别 一样 好 那么就是 这时候你要选中reporting server project 就行了 好 那么选上这个project以后呢 我们就看 就它就出来这个界面了 那你就开始定义 定一个呢 我们首先要定一个 这个data connection 我这拿哪 data base 用来 我是给谁来转 data source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选这个data source 好 那么就req data source 加一个data source 因为没有空的 brand new 加data source 之后呢 我就选成了这个叫 就 data source的名字无所谓 然后type 是sql server 就可以了 后台是sql server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edit edit 我就要选 data base名字叫什么 就是这个 你要连到哪个database上 就这个 然后test connection 这个是保证这个test connection 应该是成功的 这个才告诉你 成功了 就说明你在这个里边 连database 连通了 ok 好 连通了以后 它就给你产生这样一个东西 它记住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你不用管它是什么了 这个叫做connection stream 它就用这个来 给我连接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connection 已经ready ok 好了 这时候你发现有个connection 出来了 底下呢 我们开始add new project 一个加一个project ad new report 加一个新的report呢 这个它就出来了一个定义的界面 出来了 然后report 它说你先说你这report 从哪去读data 那我就选定 刚才我建的这个data source 这个很自然 对吧 然后说我data 它是从这菜出来的 然后就这样呢 底下开始run这个report 把这个query写在report builder里边 就在这 点在这以后 然后进入到这的时候 你就next 它就出来这个 说你的report 那个query长得啥样 我把这个query paste在这 它才测试好 那个快在这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一做这个query 它就出来 它立刻知道 你的query出来 结构长啥样 然后出来以后呢 我们叫tabular吧 比如说 好 点在这以后 它就出来 说你的query有三个call 你想怎么显示 你把三个call 放在这 然后next 他就说 哎你要什么样呢 什么风格的 随便选一个吧 比如选一个绿色的风格 forrest 对吧 然后选到这以后 你report叫啥名啊 我就叫report1 无所谓 因为我是diam 就没关系的 真正report 它是有名字的 这个report 比如说叫什么 比如说 比如这个report的data 是用来反映 反映customer 这个performance 这个product performance 比如我追踪一个product 哪些product order定的最多 来这个呢 我叫这个customer 这个夸价就欢迎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我就run这个report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rename成 这么一个whatever 2012-2017 然后ship country orders report 可以定义这么一个report 然后出来以后 这个report就长成这样 OK 长成这样以后呢 那么你一run 一按这个preview 就出来了 这个report就已经run完了 这个report就出来了 就长成这样 然后出来以后呢 我们开始deploy 就叫publish 你把report publish到网上 到我们的report server上 然后呢 选这个property 你要配 publish上哪个server上 所以呢 我们要选我们自己的这个server 这时候呢 你看publish 都告诉你 publish上这个上面 http 等等一大堆这个 选了这个以后 一publish OK 就deploy了 deploy成功以后 打开IE 或者任何webbrowser 打这个link 一上去 就出来了 然后点在这个上面 这是个folder 一点上去 底下就是report 一点 当然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report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选中这个excel downexcel 就点在这个excel 选中excel格式 然后按excel 就给你downexcel了 open 还是save 就open吧 open完了 excel给它 好了 很简单 这个做起来也挺fancy的 对吧 我这个现在版本 就做到这了 后边呢 还有还没完 下边呢 我们说show chart inreport 说一个chart 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chart 讲对 你可以把前面拉开点距离 我可以把chart 搁在底上 对吧 那么就你搁底下也行 那搁底你要如果report 很长 你得滚到最后才能看 不是吗 所以我把它搁在这 你也可以把它搁在边上 chart 搁在边也行 那么就搁在顶上吧 好 这时候呢 注意你点在左边 你就add一个chart 一按这个chart 把它一拉过来 变成这模样 我选顶图 OK 搁在这以后 一run 这个顶图就出来了 就出来长成这样 然后呢 这个底下说 这个chart 这个顶图的这个格式 它这个数据在哪呢 你可以说 这个数据在哪 这个数据呢 应该是点这个 点这个以后 点这个 它的数据呢 应该是在这边 我选的是这个ship country OK 所以你点这个出来一个这个小的 这个点的这个 这个底下我说 这个地方用ship country 就是 顶图嘛 我这个图 这个基准 用ship country 然后呢 这个上边的这个 这个东西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用这个 就是叫 选这个sales amount OK 然后这样呢 就出来了 所以你点在这一转 它这个前面是叫count 叫count 是country 意思就是说 我求的是count 就是每一个country 送多少order 好 那么一点出来以后 就这样 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这个点出来以后 这边就 你产生这个 这个 然后你publish 重新deploy一遍 这个report 就会deploy online上 在你的IE上 一refresh 就出来这个 然后你把它save成excel 这个很fancy 对很有用的 然后呢 这样report呢 你可以一天build的好多 这个挺快的 一天就build的一堆 不过呢 有些report比较复杂 你后面要用coding 要用report掉 那个sicle的东西 然后里边要通过 复杂的计算 因为数据量大 或者数据复杂的时候 可能一个query做出来 你后面要有一个 用一系列的步骤 可能做出来 才能最终 拿到那个结果 那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store procedure 那个呢 就涉及到 t-sicle programming了 我们在我们的sicle fundamental的后程 会讲那个 那个光t-sicle programming 我们要讲两节课 就是说 那块可能需要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知识 这个地方 这个freq没办法讲 基本上是query的升级 加上一些逻辑控制 有点像VBA那个样 但比VBA要简单多了 t-sicleVBA简单多了 好 这个reporting service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还剩差不多 各把小时时间 大家要不要休息 还是说我们就接着讲 发个红包吧 发个红包吧 对吧 发个红包吧 大家来 啊 咱又有红包 又有这个8小时视频免费拿 让人幸福日子 对吧 哪里去找 咱多少人 你要不要管这个包 主持人啊 过上去吧 我过了 我都不会抢 我都不会抢 有个人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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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包挖出来了 看 开抢了 看着我干嘛 抢包啊 OK 天呐 最快的抢走 然后 我要请大家帮我 更麻烦 很简单啊 做啥呢 网上有8个人 网上怎么抢不着了 抢不着了 让他们进行抢 我呢前面发了一段话 可以看我朋友圈 我刚发出来的一段东西啊 就是刘洁老师永远这么受欢迎啊 然后呢 8小时高级视频上线 看到没有我这发了两张图 一个是我们在五门课 因为你们拍照片 拍照片没用的 听清楚楚 多伦多站 这五门课啊 上课时间都在这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8小时视频的 咱呢 小小小的小小的要求 大家呢 帮我把这两张照片 转到朋友圈里 知道怎么转的 红费表我帮大家转啊 然后呢 前面最好这段话 这段话你可以写一 写一句两句 你自己想说的话 就说哎 我听着刘洁老师课 感觉最好啊 我也提前 啊 也可以说8小时免费 完全免费 这样转图的圈 然后转完图的圈呢 你就咔嚓 你拷费 知道怎么拷费 对吧 就是说你按着这两个 咔嚓 拷费 然后就再发着群 发回这个群 然后那个小助手呢 在这群里 一个小胡两个丫头啊 他呢 就点对点 咔嚓咔 然后链接发给你 链接有密码 所以把密码 发给你一顿 然后你自己上去上去 下来 那个高清 我们专门为了录 那个 刘洁老师的 上了一套设备 后面 在这一套设备 就留着 你给老师 听对的脸啊 然后那个 效果非常好 我们是两套设备 就和你在这看的 一样 因为CIP版 一队 FN版 一队 SARS版 一队学生 然后他们今天在上课 老婆都要听了 他们今天就周日 全天的课 所以他们都在这 等着讲这个 好吧 来 让大伙 大家帮我这样 那个什么 转一下 转一下 小副主 那个他在 他在去那个 那个是小副主 让小副主 对了 那个好吧 那个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把刘洁老师这个 大伙说那个什么 大伙刘洁老师再讲完 是吧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对 刘洁老师慢慢讲 讲完后 大伙有问题 给你问一下 这个因为 还是那句话 我还没来 我正准备在我评论里边写上 刘洁老师是 我见过的 最棒的 能够把非技术人 引进技术大部分 真的 这是我发自内心 那个刚刚才那个 在 FM版里边 有一个三年前年的学生 我说你上周老师 他说我是个文科生 我听了老师的 听清清楚楚 对 我给你 是个人 真的 好吧 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下周日开始 行 那对 帮我转了 转完了是吧 转了以后 大家这个什么 那个 放进来 然后我让这个处理 带着 然后你可以 或者你 直接出去给他看一下 你看看 直接把 发给他 啊 谢谢 那怎么着 我们还是继续讲吗 还是说等一等 还是大家休息一下 呃 我们休息一会吧 休息 休息五分钟 好吧 站起来直着腰 然后上栏厕所 我们就回来就开始 好吧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那个 用那个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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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进行在哪儿都可以 我这上面也有 我这电脑就有 那为什么要 你刚才打开这个 因为我SF 我可以在这上面 连接到我 没问题 不过我想 派克以后呢 我是想把整个这个 如果 呃 将来我不知道啊 这个怎么样去 upload上去 如果呢 大家想去下载 这个VM 自己去练习的话 那我这可以免费 提供的地方 去练习的 所以呢 呃 如果有人上 我们将来 register我们的课 你可以顺带来 过来 copy 这个VM 可以 copy 你这样就一个环境就有了 你不用在这个client 你自己在安装了 就是要不然你要在自己上面 在安装SQL的client right 要不然你要在你自己电脑上 安装SQL的client 现在我这个VM 全部都有了 有client有server 在一起 封装在一起了 你就不用再额外安装了 是不是这个 实际上 client应该是安装在这儿 嗯 嗯 好 5分钟 OK 把这个打开 很大一点 好 我们6点15分 指示开始 好吧 呃 后边呢 我想大概45分钟 差不多能讲完 大概一小 也7点钟左右 可以解释 来 这苹果没关系 可以 今天那个技术支持不在 你等开课的时候 他周六 他帮你 在苹果装一个叫Fusion 就可以 装个Fusion 你直接把VM漏上 这就可以了 都可以软件 都可以行 没错 好 没了 嗯 然后我来 师傅 你事故 请 好 我应该 可以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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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可不怕 不可不可不怕 先学这个为主 因为这个没有基础 然后这个呢就连带着听 把它都在这 免费repeat对吧 所以你就上这一块放 你先听这个为主 然后下一轮呢 听这个为主 然后repeat 这样就可以了 你要同时听的话 你可能不行 同时听 他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集穿 所以这个你基本上听个热闹 听不到 没关系 你就听个热闹 然后先听这个 把这个过了关以后 然后反过来下一轮呢 repeat这个来听这个 那你那个 那个下一轮呢 他每年都是 每年都是 二月一期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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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期 然后五月 然后就会一起 每年就是三期 对 每期大概三个多月 因为呢 三个月左右 但中间呢 可能要看一到两次 要开那个 每一轮 每两轮之间 就是一到两周 每周六 那两个周 我们要做一些讲座呀 然后给大家的新的学生来介绍这些课 类似这些课 然后呢 但这次呢 是讲的课 我们的公开会 都在周六 都在下午讲 差不多两个 主要介绍这些课 然后就像他教授讲的一样 对对对 讲的课 然后那个 或者我讲的 或者我讲的东西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所以 然后中间的我讲 然后接下来 这都能学会 我咋觉得 再往这些课就开始快晕了 怎么说 就是扣定 我觉得 我还能学会 所以我们说选这个 这个边 边会要要要就这些扣定 但不是像真正的地方的 比较说有人要去看你学试 你看这些课 我觉得 全是又在这大路 因为一点进步 这玩意儿 几乎是 几乎是偏大 这么去 QA跟QA比 QA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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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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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的这个钱不多 这个 很贤 老师 我问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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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课交的是说 DNA抓取 还是 不是建策的 不是完全设计 不是设计 不是设计 是 EV ETL 就是 BILL 就要 BILL的ETL DNA里面 第一个环节是ETL 然后第二个环节是 Reporting 第三个环节是 VIC 建立 那就等于从 BILL的ETL 然后 包括这三个大环节 然后至于 DNA的 就是你怎么设计啊 那个理论方面 我们就不讲 因为你刚刚说有什么 来告诉大家 DNA的 设计 对对对 我不想设计 我们只讲 应该问题是 怎么样去实施 这个 就是 这个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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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 感谢观看 所以说 感谢观看 很正常 感谢观看 然后呢 你说我说 我说 我这个我准处 那么 因为在 基本上 这里面 我说是 这个看清文字看得清吗 这个这样的 你看他是说 Excel什么Formula Function MicroVBA Lookup 然后这个PivotTable ReferenceCharts 他都写的比较细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他在找人 你发现GD 他找人他有时候列的一些keyword 你match的keyword越全面 你被挑战的几率越多 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呢 这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简历 有的好几个简历写的ADO 是用VBA 就VBA的要求VBA会ADO 他是写的清楚 那他肯定是插ADO这个keyword 你没写上 他肯定就没什么 简历找不来了 找不来的人 怎么去约你去面试 好 所以呢 这个简历要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 要一定深度的这个技术的描述 基本的detail 主要的技术 这个东西呢 你每个人完全一样 不过呢 我觉得呢 大概的方式应该差不多 就理论效益解释差不多 这是简历的 然后呢 第二是merge your technical skills 就是把你这部分写出来以后 把你的技术写进去 OK 这就是这样了 然后第三步 你看这就是写的 第三步呢 是这个working periods 第二部分 working periods呢 example 这怎么写呢 他说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这个 data analyst 在什么时候公司 给我就擦了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right 然后呢 这个 也怎么写的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role and responsibility 这是他的 responsibility OK 这个之后 你要写一个project 要写个故事 这故事用来描述 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要把一个例子 用来说明 你做了一个技术 OK 这个例子 是说明你的经验 我有 experience 做过 那么这个是 day to day work 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例子 所以第三个呢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那么你要写一些 这个general的流程 这个流程 其实就是你的daily process 你的daily day to day work 就是这样的 这个流程 我们就不再念 发给大家 大家去可以去看 行吧 这里边 注意最主要 就是gather requirements from business user 然后呢 ask for sample data right 然后是 requirements study 就是研究这个requirements 我们要做什么 用会让我们做什么 另外呢 就是design technical solution to deal with 就是我准备用什么方法来做 然后我用理造作 还是VPA做 还是用access做 还是我得要 deal with database 因为sql 是在 因为data在database后 我要直接从database fetch data 那么你就要申请 database access 对不对 人家要给你take time 给你建一个用户 给你set up permission 给你这个权限 做这个 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 然后呢 这个design 这个make solution 对吧 就开始开发这个流程 然后这个 然后做完以后 你还要测试吧 你会说 做完你用的吧 结果你没测 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看它很简单 小的错 我都发现了 自己怎么样 不再讲 然后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做这个 perform integration 如果你这个小的部门 你这个小拓要跟别人交换数据 那么你可能要把别人数据 大家一起write一下 我们叫integration test 就大家连在一起运行 看看能不能做 最后一部分很重要 叫做user acceptance testing 简称叫UAT 这个过程 哪个公司都用 就叫UAT 简单UAT 比如说UAT 没听懂 这有点问题 这是我的责任 没说对吧 所以你要注意 user acceptance testing 叫UAT 这最后一步测试 然后呢 用户说了这个了 这东西就可以go live 真的go live 就开始正式开始使用了 开始使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开始真正的 handle这个真的数据了 真实的数据 在这之前都是测试 然后呢 这个UAT做完以后呢 我们基本的过程就做完了 然后就go live了 这个基本拿到这个过程以后 你把这个可以写在你的 你可以不一定全写 因为全写这个挺复杂的过程 对吧 你可以呢 一个地方 一个例子 他写中间几步 另外挑着写另外几步 这不就完了 对吧 你不用都写 这样还写着你都做过 而且每次还都不一样 一个小的一个tiny project 你要写做这么多步 这个不大可信 但这个是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SDLC 什么叫SDLC 叫做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叫SDLC 刚才我们提过这个字 这个就是说 你知道整个过程 那么你就不断的来描述一点 行了 那么另外就是 你的真的procedure based on workload 这个基本上 因为你懂得这个了 你就知道怎么Customer经验写 好了 这些做完以后呢 基本上你把你的Data Activity给写上了 这个Data Activity说 What is your day-to-day job doing 第二个是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as you work 这基本上是你要 这个是用来回答这些问题 就是说 基本上面试问你说 Can you let me know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at your job at your role Right 那么你就可以 你要自己表述 我做了做了做了什么 那么这个不用多 35条就够 35点就够 3.4点都可以 无所谓 讲三四个故事 注意呢 你不用说太多 因为你要留着时间 你要再讲后边的故事 因为呢 我们的目的是 一步一步的 把你准备的东西抖出来 你不能一下都讲出来 都讲出来 你没排除了 对吧 所以呢 跟着play game就是这样 就是他问你 你觉得差不多说差不多了 觉得他听了够了 就不会再说了 这个时候呢 你不是闭眼 你帮自己说自己的 注意要反应 by contact 对吧 然后呢 要有body language body language 其实不是给别人看 是make yourself comptain 就是你自己 比较震静 你用这一笔 你觉得好像挺自主的 对吧 那这么紧张地说 你觉得哪个好 当时还是这个好 是吧 这个然后跟人家 注意 contact 交流 然后你也在观察他的反应 看他听的怎么样 right 然后你觉得你说的合适不合适 然后这个说差不多了 就不再说了 留一点留在后边 这个 就这样的问题了 好 那么 呃 这些呢 都是一些 daily activity 我们就在这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就大家 回去拿slice 可以看 就是你 你 你 找 寻以后 我会把这个 这个东西发到一个 就是我让学校版 upload到一个那个叫 叫dropbox 然后他会把那个 里面发给你一点 就download就可以了 呃 这个那个上 download几十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几百兆 上gig 几个gig 我觉得有点 挺大的 这个可能有问题 呃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可能 我们vm是不能 没办法 所以 可能是这个了 那么好 这样呢 做完以后呢 底下就work experience 的perputation 怎么写 就是where 你要找一个comp 你的以前company是什么 要找你的related working periods 比如说我做 在那给人教中文呢 你这做这个 那那不行 对吧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想办法去做这个 另外呢 就是when 从哪到哪 然后你的 你的raw and responsibility 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what your contribution 你做了 你在你的 你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另外呢 就是你的 把你的工作的技能 把你的技能 和你的工作经历 结合起来 这个就是说 我们后面说的 project 你要 你要customer这个project 怎么讲 就这样 你看他说 应该这个 什么这个 这个 或者这个 这个 做了这个 然后做了什么 你看他都是 很好的 during 10 weeks period 然后这个是说 affected the company 12 months market 什么 penetration plan 然后呢 这是说 improved 什么这个 customer 这个 emperience of customer by 30% 因为这个 革心 所以他 improved customer 这都是一些resulting 这个其实是有好处的 也挺有用的 好 这个另外呢 就是这个可以写的 比如这个 risk based capital 什么requirement with excel vba 然后呢 using这个 这也是你的技能体现 怎么写 体现这个技能 这样 这个都是编故事 把你的故事 把你的经历 编成一个小故事 讲出来 这个小故事 靠着step by step 描述出来 这也都可以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step 就是要准备你的 你要需要你的这个 resulting ready 同时呢 要准备你的这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要准备你的reference OK 每个地方至少 至少要一个reference 那你说我就 就一个地方 那你准备两个呗 一个是你的minor 一个是你的college 这个也可以 但你至少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reporting 是你的这个reporting的 有这个reporting的关系 他是你的reporting的 叫什么 supervisor 其实这词呢 不在professional里可以用 supervisor是另外一场 不过这儿呢 他一般都这么写 supervision 你有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with this person 这个才能当你refer 我刚说他比你还权力低 他帮你转转 这个话不行 一般都是这么讲 好 那么last step 就开始我们找工作了 这工作呢 通常三种方式找 第一 networking networking 什么叫networking networking就是关系网 走后门 对吧 这个中文叫走后门 这个当然 关系网在这儿 不是走后门 不是一个negative word 那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用你认识的人 用你认识的资源 来尽快找到工作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之前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家里亲戚 谁都可以帮你找 所以呢 这个人 这些人如果呢 在那里边表现好 有很好的这个信誉 那么他的reputation高的话 他可以很容易帮你 进行工作 而且他拿你的resume 是直接递给他的manager 如果他跟他manager勾签搭配 经常出去喝酒 那没问题 对吧 那个面试就是走行事 我介绍我好几个学生去CFC 哥们儿说 Betty 咱就是走行事 五分钟啊 面试 这个不用让他们准备 就是来就行了 穿caro就可以 随便穿随便 我们就聊一聊 看看见个面就完了 这个 不是 不是 固人单位 就是去 他要了 他跟HR 说我要这个人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networking 第一位最有效的找工作 而且呢 这个效率最高 就是networking 第二有效的方法 是post your resume online 大家知道有很多网站 来找resume 他有可能search engine 帮助这个agency去search 这个的意思是说 当你post 让众多的agents找你 他们会很快找到你的 一大部分人找你 还是你一个个找 当然一般找你快 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职位 好几个agents同一天 就去都是一个职位 那你说找哪一个呢 谁来找哪个 这个 反正就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就 那么agent会很快找到你 所以呢 有可能你刚 今天晚上刚post上去 明天就有人找你 很有可能的 这个明天就会找你 好 这个我们就 那么这样的 那么可以post的呢 我知道有两个比较老牌的网站 一个叫monster.ca 这个现在还在用 很popular monster.ca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workoutplace 也是个比较老牌的网站 我在找工作 我就把这个 我就把简历post了两个 然后他就会找到我 这个 然后当然我 我后来拿到offer 都不是通过他们找的 都是通过这个 不过呢 他们找 他们会 这个是 很多人看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post上以后吧 你每天晚上你可以review 就是说你看searchable 有多少人看你的简历 这样呢 你可以知道你的简历命中率是多少 如果呢 你发现这段时间没人理你了 所以你就知道哦 你这简历可能有点非改了 对吧 其实改的方法有很多 有很多tricky的方法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好多年 好多天潜在水里 你没动那个简历呢 你就飘在底下了 新改的简历飘到你上边了 所以呢 你隔一段时间的上去 save一下 save一下 就说明你的update日期 是现在的 这个也是小的trick 对不对 那么当然还有 现在有很多比如linkedin 也可以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网站 现在又冒出了几个新的网站 有同学知道我我都 因为我也我最近都不能找 我最近最近五六年都不找 不过之前我是一直找 之前我一两年就找一次 一两年就找一次 因为康泰总换工作 我在政府 我在政府 政府在说我第六个 不是第七个工作 在加拿大 换了很多工作 就是基本平均每到三年 一再两年换一次 那么 就是基本是这样子 所以post以后就找你 第三个呢 search on yourself 这些东西呢 也不能说没用 就是你把简历放上去 你看你职位挺好 你就submit上去就行了 你等着呗 可能过两月了 他会想起来找你了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给发了简历了 他想起来找你了 这个可以 但是这个几率很低 速度很慢 OK 这个几乎 如果你急着找工作的话 这个效率不够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这个不排除 人运气来了也挡不住 没准你突然submit 没准他真找着你了 这个也没准 不过 in general 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OK 好我建议你用前两种方法 那么好 这个就基本是这样子了 那么找到以后呢 我们开始去 manchin soft skills hard skills hard skills就是technical准备 soft skills呢 需要你 soft skills不是语言 OK 是你的communication skills 不是你的language 是你的how to use your language to express yourself 这个不一样 我们叫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kills 是两回事 communication是你的language 你语言说的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跟Jerry练练翻译啥的 是吧 但是communication language 是说 比如像那些印度人 对吧 说迪的都路打都路 俄罗斯人迪的都打都路 他说的也挺好 也挺对 你听了有口音 明显的东欧口音 或者明显的印度口音 对吧 但是他说的挺六色的 人家说的也挺好 别人听着 哎 说人家 他迪的都路说完了以后 你可能都没听明白的说啥 那帮人跟着哈哈大笑 白人跟着哈哈大笑 说明人家听懂 他说的也是英文 他是有communication skills 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你说了半天 你觉得我发音很好 词也说的 怎么这么标准 GRE的词 没人听得懂 所以注意的是 communication和communication skills 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就是你带口音 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们是用技术吃饭 对吧 不是用嘴吃饭 所以你的技术是主要 人家看中是你的背景 那么呢你的交易能力能够达到 你能自如的表达 能够自如跟别人交流 这是最重要 OK 好 另外呢 当然语言应该说越好越好 这个口音应该改的越彻底越好 不过那个需要时间 对吧 你不能说我这俩月 我就什么都不干 我就改了口音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改过来 所以这个很长时间练习 OK 那么但是呢 你找工作不能到 是吧 你说练两年了 口音也没改好 那你两年干什么去 所以咱们先找个工作 慢慢再练吧 好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最后呢 你的这个 be ready for interview 那么interview可能会有test的 这个exam 那么会有tough question 就是do not know answer 但是呢 not done well with the test 这个怎么办 会不会有机会 有的 这个test只说明一种能力 但是呢 如果你通过后边的练习 他最后觉得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有时候会弥补一些 这个不完全是这样 不过呢 说句实在话 junior职位 被test几乎都会高一些 还是我那句话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 evaluate 因为你没经验 他怎么聊啊 聊什么 那可能 不过就给你做套题呗 是吧 差不多 但senior人 其实考虑是你的经验 和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你的idea 说一件事以后 你要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给我讲清楚 然后呢 你做过 你怎么做 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们当时碰到 你是怎么 怎么improve这个performance 你给我讲清楚 这东西讲 搞不好 这一个件事要讲十分钟 全头到尾要讲清楚 因为 比如说DBA里面 你调一个 调一个performance 这query randomize 那因素可多了去了 对吧 那你光讲这个 不下十种 十种可能性 那你就 那你就讲去吧 你要每个都讲一遍 这都二十分钟也讲不完 这个case 对吧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双击备份 对吧 就那classer 你把那个故事讲清楚了 没五分钟 你说不清楚 就那个小故事 我那DBA的学生去了 比如一上去 头三个问题 都是讲 都是问classer 都就问classer 双击备份 没事 刚才讲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 其实课上我们都练了 我们课上前三个 全是讲的classer 所以他准备的很充分 没问题的 不然他怎么拿到房子 工作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呢 这个必要的准备 肯定是你的前提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不让某人出手 去发简笛 你发现以后 拿了机会 你去问西花 回来了 这个全浪费了 而对你自己 很失望 一定要相对来说 准备差不多了 你才要去动手 OK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 你要做一个 一些相关的一些准备吧 然后主要的是一些 怎么说呢 Hands-on skill的presentation 你怎么去描述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建议呢 就是你的written test 没有办法 对吧 你肯定是要take a test 练习的 但是呢 这个有些呢 not sure的一些question 那么你可以说 我可以讲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怎么的 我说一下 对吧 那么这个也可以 然后呢 这个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吧 for SQL 比如说有个 你到SQL里写Query的时候 那么你说 relate to the DB the table 然后呢 两个set of data 等等 我知道这是 drone table 就可以了 但是当时可能想不起来 drone table的词 怎么写了 你可能写出这个drone table 完了 你能想你多少写多少 这个OK 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呢 这个test 如果是 如果是test 本身有比较tap的地方 你可以从后边去弥补 OK 它是综合打分 不是光靠一个test 好 还有的就是说呢 反过来 有人test做得很好 但面试没弄好 这个也不用微信 你只要尽力去做就行 它不是会因为一件事就成大 好 那么我们呢 这边呢 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还在这儿呢 就完了 OK 那么就把这个弄完以后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这样就准备好了 所以呢 这个test就都准备完了 好 那么后边呢 我们基本上告诉你 就是准备怎么样 present technical skills 这两个呢 有一些主要的是 通过测试做 另外最主要的一个呢 是你要telling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这个是通过故事来讲 就是你每一段经历呢 比如每一个小的地方吧 有两个技术 组合起来 编一个project 这project就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用来讲述你前因后果 怎么用这个project 帮人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叫present yourself的方法 很好的方法很有效 那么这个故事呢 你可以写一个响版 就开始写 写个非常详细的版本 从头到尾 哪怕握得满满页纸 写个故事 这个故事写完以后呢 然后你把它精雕细细琢 用一个简版的 放你的简历里边 这个响版你留着准备面试用的 OK 所以呢这样 你把响版的准备完了 你就不怕他问你简历里的问题 因为你那个简历就是从这写出去的 所以呢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就照着这个故事给他讲完了 最后你家家里头一天练五遍 怎么练都可以了 你到底怎么练都行 所以怎么讲都可以 那么这个呢 my experiences and also 等等这些 你把你的这个project 事实的端出来 这就是你的 be curious 可以听就是真的 OK 好 那么这个 基本上呢 我们的projects呢 你可以customize 你不用把所有的skills 集中在一个project 你可以customize几个project 这个故事体现这个 这几个技术 那故事体现 database的技术 这个故事体现 exalt的技术 这样的customize 所以呢 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可以适当的 多哪一个故事来讲 OK 你要就准备了一个 那你 到时候麻烦了 讲完了没得讲 第2个对吧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策略 OK 基本呢 也就是这样了 我想呢 我要准备的 大概讲的就这么多了 OK 那么最后呢 祝愿大家都找中国成功吧 然后尽管找他好的工作 enjoy life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吧 那个如果大家再有问题呢 我们可以简单交流一下 我想也很晚了 大家听点味 这个然后我们 如果你想去 比如说了解上课的情况 就跟学校去调解 可以了 然后 如果你要想 感情很赶进去上课呢 我们希望可以在第一阵课见到大家 那么第一次上课是免费听的 可以试听的 听的好你就把 听不好了 拉到 不关系 好 不过 不过呢 反正今天好像是有个什么特殊的 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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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Discount 对吧 你先hold这个价格上 那听不好你就退钱 把你送上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我觉得也行 那么就看你的 看大家的这个认识吧 我这个呢 对 我的资料已经存完了 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OK 连这个资料 class slides class notes 加上slides 加上所有的sample data 一起 我会派这个东西 对比的文件 要upload到那个 Google drive上 然后发给大家 好 等学校把我加到群里面 就知道 好吧 那么 教师的东西 我们就到这 然后线上的同学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